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迭哥伦比亚省等法院近日对孟晚舟引渡案后续庭审做出新的排期 法庭与控辩双方在会议上确定将在6月29日和30日开庭 以讨论法庭应否接纳孟晚舟辩护团队拟提交的新证据 孟晚舟引渡案最后环节庭审将在8月上旬开始 庭审日出不定于8月3日 但如果孟晚舟方提供的证据被接受 则最后庭审环节听讯日期推迟一周 也就是说具体日期需要根据6月底的听讯结果而定 孟晚舟方辩护律师4月19日向法庭提出 将引渡案最后环节庭审推迟的申请 主因是香港的法院已颁令许可孟方从香港汇丰银行获取新证据 孟晚舟方需要时间研究这些证据 孟晚舟方律师相信 这些证据有助于证明美国在对孟晚舟的指控中误导了加拿大 已在2018年12月1日逮捕在温哥华机场转机的孟晚舟 关于香港汇丰银行最新材料的情况 孟晚舟律师表示 汇丰银行的高层对于孟晚舟的业务 或华为与其子公司的情况都相当清楚 汇丰银行没有面临因为孟晚舟的相关陈述而产生违反伊朗制裁令的风险 并且孟晚舟的个人陈述与汇丰银行产生的风险并无因果关系 同时 孟晚舟方也以当地方疫限制措施作为申请延期的理据 诸申法官已于4月21日裁决同意孟晚舟方的申请 自庭审初始 孟晚舟律师就认为此案存在程序滥用 故引渡程序应与终止 自今年3月初开始控辩双方已先后围绕涉及程序滥用的政治动机 涉嫌非法拘押 美方引渡请求是否违反习惯国际法三项分支问题进行停变 在最后环节庭审中 法庭将讨论另一分支 即美方提供的案情材料中是否有重大遗漏和错误陈述 以及程序滥用的累积救济问题等 并结束控辩双方陈述 等待法官做出是否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判决 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 近日对孟晚舟引渡案后续庭审作出新的排期 法庭和控辨双方在会议上确定 将在6月29日和30日开庭 以讨论法庭是否接纳孟晚舟辩护团队已提交的新证据 孟晚舟引渡案最后环节庭审将会在8月上旬开始 庭审日初步定于8月3日 但如果孟晚舟方提供的证据被接受 则最后庭审环节聆讯日期会推迟一周 也就是说具体日期需要根据6月底的聆讯结果而定 孟晚舟方辩护律师4月19日向法庭提出 将引渡案最后环节庭审推迟的申请 主因是因为香港的法院已扮演 许刊孟晚舟从香港汇丰银行获取新证据 孟晚舟需要时间研究这些证据 孟晚舟方律师相信 这些证据有助证明 美国在对孟晚舟的指控中误渡加拿大 以在2018年12月1日 大步在温哥华机场转机的孟晚舟 关于香港汇丰银行最新材料的情况 孟晚舟律师表示 汇丰银行的高层对于孟晚舟的业务 或者华为与其子公司的情况都相当清楚 汇丰银行没有面临因为孟晚舟的相关陈述 而产生违反伊朗制裁令的风险 并且孟晚舟的个人陈述 和汇丰银行产生的风险并没有因果关系 同时 孟晚舟方都以当地防疫限制措施 作为申请延期的理据 主審法官已于4月21日 才决同意孟晚舟方的申请 自庭审初时 孟晚舟的律师就认为此案存在程序滥用 故印度程序应于终止 从今年的3月初开始 控辨双方以先后围绕 涉及程序滥用的政治动机 涉嫌非法拘捕 和美方印度请求 是否违反习惯国际法三项分支问题进行停变 在最后环节庭审中 法庭将讨论另一分支 即是美方提供的案情材料中 是否有重大违流和错误陈述 以及程序滥用的累积构制问题 并结束控辨双方的陈述 等待法官作出 是否将孟晚舟人道到美国的判决 先进入黄车庭室 再进入黄车庭宣